新纳釗推出后首个交易日 地产股急跌 新红级跌约10% 新世界发展及常识地产跌约9% 物业代理美联集团跌近10% 麦格尼表示 在人大事法背景下 推出新纳釗数意料之外 并认为政府会强硬应对楼价的声势 又要释法又要选举 哪有空还要搞个楼市呢 谁知他就正正是说出那个重点出来 就是说越不明朗的因素 越波动的时候呢 就是我越能够multi-tasking 他们预料楼市今年内会再跌 2016全年平 那因为现在去到这个位 就是升了6%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6% 就由现在去到年底就没有了6% 不过瑞银认为 在资金外流压力下 即使加税 也不会影响大陆资金来港买楼 或者地产股的趋势 就香港的楼市来讲 我觉得说这个政策影响 应该说无论是价格还是销量 可能还是比较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影响大陆投资者 会更加多的有兴趣看看 这些海外的一些资产 楼价方面 日新预期 至2018年底 楼价将累跌22% 得意志及花旗古迹 至明年年底 香港楼价将跌11%及15% 大军时报记者梁珍 余刚 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梁珍